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试驾现场 今天咱们来聊新款的大众宝来 那这辆车呢 其实是这一代MQB平台宝来 它的一个中期改款的车型 这一代车型呢 应该是在2018年进行正式的发布上市的 那时隔四年之后呢 终于是迎来了它的一个中期改款的车型 因为这辆车呢 目前我们拿的比较早 所以它没有正式的牌照 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道路试驾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场地内的试驾 所以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新款车型 相比老款车型有哪些变化吧 首先就是外观方面啊 尺寸方面 相比老款车型它的长度长了大概是9毫米 然后高度有些调整 除此之外呢 它的宽度 包括它的轴距都没有什么变化 轴距依然是2688毫米 所以尺寸方面的变化我觉得可以忽略了 设计方面咱们先来看一下车头部分啊 我觉得相比老款车型变化还算比较大 可以看到中网的部分它用了更多的镀铬装饰 看起来是更加的粗壮一些 包括它的大灯造型也是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计 包括它的下包围也是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打造 看起来确实相比老款啊 更加的圆圆了 我觉得这些老款车型呢 会有一点点偏硬朗的风格 那么这些整体的变化呢 我觉得足以让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新款车型相比老款 但是我觉得它这些变化的风格呢 其实跟最近出的速腾 包括朗逸 其实这些路数都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同级比较之间 这些兄弟车型之间的分辨可能就不太那么容易了 是非常家族化的一个风格 那么除此之外 它的侧面变化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 看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平直的线条 非常的简洁 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轮圈造型的设计 看起来更加运动了 然后这辆车它配的是225然后45R17的一个规格 这辆车配的是紧胡的输热池HS63的一个轮胎型号 我查一下它是一个比较坚硬负质性和性能的一个调性吧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侧面变化就不是很大了 来看一下尾部 尾部这次整体的大轮廓呢 跟老款也是比较相似啊 只是说它这个下包围进行了一个重新的风格打造 包括它的尾灯里面那些细节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一些 那基本上这就是它外观方面的一个变化 顺道来看一下它后备箱的表现 整体来说我觉得它后备箱的开口算是比较大的 而且里面的布局呢 也算比较规种 包括侧面也有一些置物的小格子 然后它的这个后排的座椅也支持一个46比例的放倒 虽然它的这个交接处啊 有一个大概10厘米的一个高度差 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风格 那基本上呢 这就是这辆新款宝来 它在外观方面的变化 咱们去看一下车内 新款宝来它的内饰风格变化呢 和新款的速腾 包括新款的朗逸 其实路数非常的相似啊 首先可以看到它换上了一个 全新的最新的家族样式放盘 我对这款放盘 它这个造型啊 握感其实都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它比较粗壮 所以感觉握起来比较有这种握持感 比较饱满的一种感觉 而且可以看到上面有 ACC自制认全装一些按键 另外就是它换上了一个12英寸的中控屏幕 看起来分辨率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反应速度也还可以 虽然功能性看起来比较一般 但是很香的是它支持这个无线的苹果CarPlay 以及百度的CarLife 再搭配上这个手机的无线充电呢 那这套配置对于iPhone用户来说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啊 并且它还支持一些比较花哨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隔空操作 可以通过这个隔空视频你的手势来翻译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炫酷的啊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它在用料方面也是非常符合保来这个级别的一个水准量 可以看到它大面积使用都是一些比较硬性的材质 包括上方和这个梯子区的下方都是一些硬性材质 只是中间这儿给着一些软性的包袱 那其他方面呢 比如说它前排依旧是一个储物格 然后给了两个Type-C的接口储物空间 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 包括它前排座椅其实树性还可以啊 然后空间方面这个连试一下 跟老款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主架给了电动调节 副架依旧是手动调节的座椅 基本上这就是前排 去看一下后边的空间 先来看一下空间的表现 前排是我的驾驶坐姿 后排腿部空间大概是两拳左右 头部大概是一到两指 空间还可以 我觉得要给好评的就是后排它的座椅 坐垫长度非常的不错 所以在后排呢 你的腿部不会有比较明显悬空的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座椅的填充也还可以 另外就是相关配着 比如说头枕 然后扶手 背架都给你配齐了 包括后排有独立的冲口 以及后排有两个USB的接口 那部署的两点呢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它这个充电接口 如果前后能够交叉一下 前后各给一个Type-C和USB的充电接口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合理一些 另外就是后排中央的龙鞋会有点高 所以中间坐人的话会不太舒服 那这就是静态方面的表现 那这次新款的保来 它取消了老款上面1.5自然吸气加6AT的动力组合 只保留了1.2T和1.4T动力规格的版本 那之前1.5自然吸气车型加6AT的动力组合呢 可以说表现是非常稳啊 当然稳一方面是在说它的换挡比较性不错 毕竟是AT比较香 那另一方面呢 稳就是在于它这个加速属实有点肉啊 之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0百加速应该是奔着134秒去了 比较慢啊 但是1.2T和1.4T其实就要比1.5快很多了 这次呢也是只保留了1.2T和1.4T的版本 今天咱们开到的是一台1.4T加7速双离合的动力组合 那其实这套动力组合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熟悉啊 非常这个常规的大众动力套餐 参数方面呢是150马力259米 这套动力组合呢 其实说它熟悉 也是因为它的这套组合搭配起来也是非常默契啊 燃油精英不错 但是缺点是在于它是要加95号的油 那你现在组合现在油价也比较高 所以里外里吧 其实它的这个日常使用成本也是差不多的一个表现啊 要说它的这一套动力表现究竟如何呢 刚才我也是拿这个加速仪踩了一脚啊 它的0百加速时间大概是8.5秒左右吧 其实这样的动力表现在你日常的呃 城市程序里面使用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套动力表现啊 而且我觉得它的动力初段表现 首先油门啊 这种动力响应非常的线性 而且它在初段给到你的动力也是比较活跃的啊 在初段起步的时候呢 是一种非常利索的感觉 不会给你那种起步非常肉的感觉 这样车日常在城市里面开着 我觉得动力表现还是不错的 而且在它的呃中段的动力表现 大概也就是30公里每小时到80公里每小时 这一段动力期间 我觉得它的动力输出也是有一股猛劲的 所以不管你是日常啊 在程序里面堵车的路况 还是在相对顺畅一点的这种快速路上表现 我觉得这套动力表现给我的感觉啊 是相当不错的 那再就是这台七速双流双枪 它的表现啊 其实今天在赛道里面 没有办法模拟出那种堵车路况啊 只是感受一下 它的这种降挡的速度 确实是相当不错 当我刚才需要超车的时候啊 我不管是在D档 还是在S档下面 从五档降到二档 或者说从四档降到二档 就是你一踩油 几乎瞬间 它变相就做出了反应 所以它的降挡速度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根据我在以往 其他的大众旗下车型上 在城市里面开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它日常的这种换档的平顺性 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几乎感觉不出来任何换档的动作 那还有就是这样说 它的底盘表现啊 它的悬下形式和老感程是一样的 采用依旧是前麦富逊 后扭力量的非独立悬架 其实这套结构在这个价位里面还是比较普遍的 我觉得它调教的风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坚固 首先我觉得它在面对这种连续的细碎小颠簸的时候 处理起来还是比较从拥的 车内基本上感觉不出来太多多余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在面对一些比较大的坑挖 然后快速通过的时候 其实它处理起来就没有那么聪明啊 整体来说我觉得它对于这种侧倾的意志是比较不错的 即便你是用这种比较快速的速度去过弯的时候 其实它的车身侧倾也并不会表现的非常的夸张 那这辆车所以总体在我看来 其实它不管是哪方面表现都是比较干脆利索的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年轻人驾驶这种风格 因为它不管是从动力还是从底盘风格 都不会给你任何油腻的感觉 反正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 然后因为今天场地的原因啊 其实能感受出来的东西不多 包括隔音方面也是 我觉得赛道里面路况 其实跟这公开道路上面路况 是完全两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不太有太强的参考性 所以今天就不仔细去聊了 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这辆新款的宝莱 确实在内饰包括外观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革新 那与此同时呢 它还是一辆很好开的车型 包括它转向 包括它的油门刹车 其实上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 如果你开的是1.4T车型 我觉得在城市里面开 其实它的动力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啊 开起来完全不会让你有动力不够用的感受 其实还是一辆非常适合代步的一辆车 那这辆车呢 其实如果未来上市之后价格不离谱的话 凭借宝莱这个名号 我觉得它的销量一定不会差 毕竟大众的品牌影响力 我觉得目前在二三线城市 还是有很强的号召力的 所以希望这辆车上市之后呢 能够有一个不错的价格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咱们就先聊这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